水入法会可以说是汉传佛教中最盛大最隆重的一场佛事 参与法会能使信众对佛产生恭敬心 了解佛为圆满的大圣者 我们从佛法讲的因果来看 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贪嗔痴所造成的 只有我们从自心做大忏悔 才能免除苦难与众生解脱冤液 而举办集体忏悔的水入法会 就是集结众人的能量来做忏悔的事 使负面磁场好转 所以这个法会请求我们拜禅也定于法会 为什么呢 因为拜禅这个禅是我们祖宿代督 他在我们佛 佛所说的三种是在佛经经历里的意义 跟佛法 大家一方面的最经文 众生了解佛法 可以相信因果 相信众生人能够佛性 可以成佛 众生的烦恼是为藤人旗散读来 要怎麼去讀這個探診室用這個蓋定規 這個寵文裡面都有 而且可以發佈體心 所以這個寵文裡面有很大的意義 水路法會是中國佛教金燦法師中最隆重的一種 開始於良武帝 內容包括主壇、外壇、密壇等 水路法會是一個好的源起 能成就無障無礙、莊嚴殊勝的圓滿功德 讓三界生命多元共生、相依相存 並讓地球永續生存 法界新聞蔡孟章、劉明明 高雄採訪報導